我交代一下我判一张票的方式 这个辩题 基本上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科生税务的问题 整场听下来 我觉得反方在对于探讨一个税务 是否一个科生课题上的攻击也好 或者是论述也好 我觉得做得比较到位 而且比较负他们应该要负起的责任 因为他们有从一个税务因不能被科的原则信上去看 然后几种原则 然后社会发展原则 然后公民原则 这些其实你们都讨论到 只是我觉得在开稿的时候 正方没有很清楚交代这些东西 因为税务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你没有很清楚告诉我 这些税务会不会违反一些我们社会原本发展的一些原则 或者是怎样 或者是你今天付了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式存在 然后我这里听到的 你们一直 我的预设 我走进房间 我看到这个变体 然后我有形象化的感觉就是 付了税就是 最直接感觉就是有钱 有钱人脚的税 你越有钱就应该想越多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你们在你们付了税底下 你们今天专讨论的就是资本利的税 就是针对股票啊土地啊债券等等那些金融收益 然后开始我是觉得挺合理的 就是呃这个东西我还满费就是ok 是付了税 但是这个东西是有有前提的 就是这些项目 基本上在马来西亚都是有钱人在玩吧 你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些项目只涉及到有钱人 但这是我自己一个心理的问题 然后你们就要去举证 然后我觉得呃 在以我还没有听到你们任何的举证之前 你们已经被攻击了 就是对方的攻击是很犀利 他们手指的攻击是很犀利的 就你课这个税 然后你给我认证一下 这些股票啊土地啊这些债券等等 在马来西亚集中于富人的那个百分比是多少 我觉得他们要了很多次你们没给 然后你们就你们就跳去马来西亚是个逃去天堂之类 然后然后我觉得你们的需求性 我听起来我理解的是这样子 你们说马来西亚 你们的需求性建议富人 因为我们现在的富人都运用合理避税的 那门坎太低所以他们都运用合理避税 然后你们想讲的是富人很有钱 所以他们在股票土地房屋这些占有很多 然后下就好再马来西亚这些东西不征税的 然后你们现在要科这些税针对这些富人 那你至少要付一个举证责任告诉我 百分之多少的这一些集中采出集都在富人手上 因为我不是富人了但是我也有股票啊 对啊 我觉得他们他们那个中产阶级受国籍的攻击 对我来讲是很成立的 因为你我们也没有只限制富人买股票 或者是买股票门槛你要多少钱以上才能买 对啊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攻击是成立 然后变成你们的需求性就已经 他们根本都不跟你们打 你们的政策他们完全不打 你的需求初步不成立 然后你们的根属 你们的根属就跟你们的需求一样啊 你说因为金融收益不被喝水 对我们在马来西亚是你买股票 买卖股票 capital gains不被喝水了 可是你没有证明他怎么去影响富人 我还是觉得中产阶级还是不受国籍 这是前半部 然后我觉得这边就不用讨论他们 他们已经强调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第二个部分就是 那个他们开始开出那个房房 房地产的所得盈利税 然后在这个课题上他们的意思是说 这一些税务在短期内有效用 因为它是要打击那种短期套利 然后我就马上 就马上引到我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对啊一个税务如果它是 你要看长期还是短期 像我们的那个3年5年 改3年5年那个科房产 我转卖5次 5年里面科税 然后在他们的讲法里面 就是那个是 他们承认那个税务起到作用 是因为你短期内那种 你不会波及到那种 你不会波及到那种 穷人中产阶级 因为通常会在这么短期内 买卖很多的人 通常都是富人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 他们有比较接近我对于富人的概念 然后我觉得我给你们的建议 其实你们可能准备不够 准备不够 这场比赛 其实在马来西亚买卖房子 你第一套房子 你第一套房子 买卖三五年内 我如果印象中没记错 是不需要浮这个水 如果我今天买卖三年五年内 是我的第一套房子 所以证明至少 我买卖的是第一套以上的房子 那我就可以证明这些人是在炒房 那我就可以很确定判断 这至少是富人的吧 他有资本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们可能是准备不够 然后到了最后 就是在谈经济发展 我觉得那个经济发展 然后我们的外职就会跑掉 或者不仅仅是外职 马来西亚自己的马来西亚有钱人 也不投资马来西亚股票 我就投资金浙发展 就可能会是这样子 他们的这个论证 不是论证 他们的这个质疑其实相当到位 他们举出了像法国啊 那些德国那些例子 那些人撤走 我觉得人合理啊 今天我有资金 我是有钱人 我是富人 然后我就可以选择 这边可以赚10% 这边赚10% 市场差不多是一样 可是你要扣我税 那我干嘛来 我觉得这很合理 所以我就觉得整个你们 其实你们要讲的 不是那个集中在股票 我不知道那个10% 手15% 那个到底是我只要是 被马来西亚列为15%的有钱人 我就会被磕税 还是我是股票市场里 15% 手15% 活跃交易者 我要被磕税 还是我是手15% 盈利者 我要交税 我觉得也没交代清楚 变成 其实你们可能被他们 打懵了 所以你们不知道 你们到底要打什么 然后 然后我觉得 我给你们一个政策上的 一个建议 你们的政策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自定出来 你们自己讲很多老论的问题 今天你要磕税 你要有效果 那个税 就要符合一些价格弹性的东西 就是你的税 不会磕得太少 太少 有钱人 磕那么少 它不会有效果的 你们自己一边说 我都磕那么少 有什么问题 你磕得少 那你磕来干嘛 对不对 你磕那么少 我磕来干嘛 它的价格弹性 根本 有钱人 对价格弹性是非常小 你磕得少 它没有办法 起到那个作用 所以磕来 等于白磕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 你们在讨论政策的时候 我们要去考虑很多 尤其我最基本的价格弹性 这是我一个最 对他们比赛 最直接的判断 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 反正在后面召变的时候 对我来说 我觉得非常强 我觉得我很喜欢 他们变得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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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不错 然后我觉得正方上变 我喜欢 我喜欢 你变得那种代表 只是 还是 我觉得你在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打开门 去听对方在讲什么 他们是完全不 他们是手离稿 他完全就是担心你在讲什么 这样子变得很精彩 一些小小建议 希望大家 以后有机会再教育 谢谢 好 在座各位双方辨识大家好 这场比赛老师说 我觉得蛮容易叛的 因为呢 这么反方的胜负 其实非常明显 而且呢 我觉得 反方对于这场比赛 有关于程序正义的申诉 我觉得对我来讲 也是我能接受 所以说呢 其实胜负很早 我就已经是落盘了 对于正方而言呢 我的确是 我觉得 在一变深论的时候 如果你不交代你的政策细节 或者起码 你帮今天想打算 怎么样执行这个政策 你要打算 你的富人税 你收富人税 一个资本的一个税 你打算怎样收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框架 如果没有的话 的确 这个是拖慢了 这场比赛的讨论进度 因为反方没有办法 在第一时间 针对你方的论点 展开讨论 因此呢 在真正的讨论展开之前 正方的这个 分数单的分数 在我这边其实是非常低的 因为直到大家能讨论了 那么这个题目 我们才能够算真正的展开 如果是正式的奥维刚辩论呢 的确 这样的状况 可能会判初步不成立 丢掉直接所有的论点分数 而对我而言呢 的确我也是 因此在你们的那个论点分 整体论点分那个地方呢 我扣了很多的分 然后再接下来 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 事实上 正方在一开始 在第二年终于在 把你的政策拿出来的时候 你有讲到了15%的这个富人 这句话其实 不是正方的立场跳动 正方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有说到的 因为我真的是挤下来了 但是呢 可能是因为正方 他说的很快 他说15%的富人 真说10%的资本利得 然后再怎么怎么样 然后又讲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所以呢 也许反方没有听到 所以说正方在后面 我没有说就是直接认为 就是因为 直接认为他今天这个政策呢 就很不合体 但是合体性 我觉得反方的进攻 在我这里 我也是接受的 为什么呢 原因是在于第一 正方对于说15%的富人界定 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谈到 他是怎么样去界定 是他的年收入呢 还是净资产呢 还是五市里面的活跃资产呢 亦或是其他的界定的方式 因为这其实就等于说 这个已经交代了你的立场 交代了你的框架 但没有交代你的政策 其实也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就是呢 正方对于这15%的富人 这件事情的质疑 这件事情的答复 其实是很迟才出来 直到最后一次 就是正方制反方的时候 然后呢正方才澄清 他是这个有15% 他们已经提过了 但是到那个时候 其实如果我们严格的 按照工坊延续的辨识职责的话 这个工坊可以断掉了一阵子 所以说如果这个15% 有前面讲说 我那一刹那我没听到 我可能就会毫无犹豫的探讨反方 这个合体性挑战成功 所以说对我而言 我可以接受反方今天再起 而且反方他今天其实 前面就算那个部分 我不把它归入合体性 我也会把它归入到 明方今天的那个政策 和你们要拿到的 那个意义之间的关联 被一大的削弱 因为如果说是股市里面的散户 他们也要交这个钱 买卖房子的普通人 也要交这个钱的话 但就算他是富人税 那个所谓的提高富人合理 避税的目的和这个意义 你也不简单达得到 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讲 对我而言吧 的确也有很多边缩 边线的攻防 但是如果说指出交代这个胜负 其实到了那个地方 再加上反方今天 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他们其实 我觉得他们的态度 是积极的去矩阵 马来西亚目前不适合 这么做 这么做会带来避害 然后来表示 他们其实是想维持现状的 现状不做任何的更动 所以说事实上 反方他不是纯反 因为真正的纯反 反方他应该是直接从双方的 进行的论证标准 和取证责任的划分开始入手 明方今天要认证到什么程度 才叫易 否则就叫输 但是明方今天没认证到这个程度 他不需要积极矩证 但是反方其实有尝试去积极矩证 说在这样的状况下 积极状况下 征收这个税有问题 然后劫负忌贫这件事情多次一举 然后另外讲到 有没有重复科 这个必要 他都是有积极的矩证 所以说呢 我会 对我而言 胜负其实不是太大的关键 但是我就觉得呢 对于正方 对于正方来讲呢 其实也没有太灰心 因为 的确可能是因为赛制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这个课题 你们 因为准备的时间调转 不太熟悉 没有办法操作得很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嗯 我会觉得 在双方资料行政的部分 反方对于正方 那个匈牙利的意思的拆解 我个人是接受的 因为的确 你们双方在台上说成什么样子 如果说到那个样子 某一方一锤定音了 另一方他选没有新的申诉 或者说他的解读不对 然后要为他当面对峙的话 那我会停在你们双方 最后那个共识 或者说是 没办法达成共识 但是也无法抵赖的那样子 停留在什么位置 所以说似乎就好像反方 自从把这个资料念出来之后 就说他是补助了 然后还培训员工了 那我就觉得 嗯 兄弟啊你应该是补助了 或者是培训员工了 否则正方应该会有他的说法 所以说我觉得 资料的检证 如果能在台上进行 我觉得呢 也是应该在台上进行 但是正方想向反方 借资料下去看的时候 就是说 因为有的时候呢 资料的检证 除了在台上进行之外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正方 质询他因为时间有限 他想马上把下面的点 这份资料的检证 正方他想拿下去 给他的对友看 如果我们再讲的话呢 我觉得在合理的时间内 借给正方看 其实也可以的 就是说是 当然 如果说正方接待 他拿回去之后 他没有任何后续的东方 或者说他没有办法 提出什么其他的这些 这些说法 那么我依然会更加坚定的相信 提供资料的那一方 应该资料是没有问题 因为人家都已经拿到台上去了 还得有 在合理的时间内 也没有办法检证 那么就肯定说明这份资料 对于你们而言是很可信的 所以我是觉得 这场比赛的确是一方面可以看得出 大家对于奥瑞章这层面的操作 实际上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呢 我觉得这对于海外的队伍 对这对于台湾以外的队伍 我是把我们当海外 把你们当奥瑞章的这个 发源的一个变论权来讲 对于我们的变手来讲 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课 因为呢 我们平时其实习惯于一个变手 一变讲完了 二变可以继续补充一变的论点 三变还能继续补充二变的论点 但是在政策的论中呢 其实我们很重视这个程序正义 为什么我们要有合体性 为什么要有正方的意义 为什么要有强制认可 为什么要有推定的意义 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规则的保障 真正的讨论没有办法展开 什么意思 就像如果没有推定的意义的话呢 那么维持现状的那一方 它没有办法让这个讨论 落实和我们真正的讨论是一样 因为改变现状的那一方 总没有出单的风险 同样如果没有 你们必须在一开始 把政策进行展开的话呢 那么他们也没有在 他们也没有合理的时间进行攻防 所以说事实上呢 这些规则 它其实都是在保护我们 在比赛中 能够真正的进行交锋 因此呢 我不会把这些规则 当作是对比赛的限制 再听到对方 听到正方在讲 一开始他不想 把这个政策拿出来的时候 特别是 当反方他很积极的 让你刚才没说没关系 你现在说来听听好不好的时候 当我听到一句非常遗憾的话 就是我们的政策在往二边那边 归会他来说 当时我在想 那为什么一边 不知道二边接下来 会讲什么这样的政策呢 这是我觉得 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所以说呢 其他的我觉得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胜负其实非常明显 今天五个人 但是我觉得呢 希望这场比赛 也是能让正方 学到很多一些就是 关于政策面论 以及奥特兰赛事 怎么操作 以上 谢谢 再多说 待会儿就更没话说了 因为刚才这个林思杰和王华明老师 已经把就是工坊和论点的很多内容 都有讲到 那我觉得要是再讲两位 我就不知道该讲什么 赶快转过话筒来先把我两个说的话说掉 好 是这样 那我会觉得今天 我的判断和前面两位的判断是非常相似的 我会认为说在政策训练当中 正方至少在开篇成词当中 应该讲虚跟解词的三个方面 当然随意可以在后面拼 但是至少应该包括需求性跟属性 和你政策的一个基本框架 那政策有些展开 或者说一些谷 那可以放到后面去加上 但是至少你的政策框架 要在一边当中完全完成 否则的话你的需要性和你最后那个框架 能不能实现你的需要性 你的对面是没法判断的 就是相当于如果你的政策要放到二边来讲的话 对方第一个来问你 就没法问你政策的一些细节 和他能否实现的一些讨论 这个是对反方来说是会有障碍的 所以他们一直向你们提出这一点 比较像评委申诉 所以这是做一个解释 接下来在二边的这个声论当中 提到了一个就是你们状况在之后有争议的 在上面有争议的东西 就是你们在二边讲到这个政策细节的时候 你们的第一条讲的是通过对资本的利得来征税 这个资本包括像股市 证券房产以及其他的这一类有他证券 那么这是你们说的第一条 第二条你们说到了百分 对这是对百分之十五千百分之十五的 富人整百分之十的税 坦白讲当我听到你们这两点的时候 我们也会认为说这两点究竟是同一项政策呢 还是说这是两个分别独立的这个政策呢 就我就我这时候我是不太清楚的 我心我其实希望得到 你自己更准确的一个一个分类 就是是对于股市证券这一块是单独要收 还是说在以此为基础 在另外一块我们再对百分之十五的人 再说百分之十他们的利得 那对这个我不太清楚 所以而正方的同学在之后其实也没有交代 就是你们这两条政策之间的区别 以至于反方在对正方进行攻击的时候 首先你们没有听到的第二条 第二呢你们对这个攻击的时候 主要集中在第一条上面 当这个正方进行第二条补出来的时候 至于这两点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作为评委我也有太清楚 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没交代清楚不怪反方 就是正方作为政策的提出方 有义务主动的向评委去交代这个问题 嗯 那么但是接下来我要 如果说这两件事情是能够放在一起的 当时我脑子里也一下子 就我刚跟那个万老师在讲 说如果你的股票增税 你知道会意味着什么吧 意味着第二天你的股市会 跌的非常非常厉害 这对而且你是对百分之十五的人增百分之十的税 如果这股市当中前百分之十五都是什么人呢 那都是大户 你对大户的他们的利得真百分之十的税 带来的是什么呢 这是这些大户纷纷彻离股市 那么这些大户彻离股市之后 带来的股市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缩水的程度和这个股市暴跌的程度 可能是非常吓人的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在2008年09年的时候 中国股市曾经经历过一次叫做530暴跌的这个事件 这当时被我们中国的股民戏称为半叶计较 这之前中国的三番五次提示股市过热 要限制这个情况 希望大家不要盲目 要理性投资 股民没有一个人管 这大家奔奔继续投资股市 因为看涨嘛 然后三番五次的提示都没效 中国财政部脑子丁一辆 在5月29号半夜发了一条通告 在第二天开始征收股市的一个印花税 相当于利益税 就是股市的交易税 股市印花税征收百分之三 还是千分之三 然后到了第二天 股市立即全部跌停板 然后这种跌停板的情况 大概持续了三四天 为什么我这种情况这么清楚呢 刚才说我刚刚进去 对我的印象就超级深刻 所以当你们今天提到这个政策的时候 我心里面一下 我们太幸福你们懂 你们这个政策提出来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对你们政策 我觉得非常惊恐 如果你们实际这个政策 大马人民绝对要倒霉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们是厂上两个党派 执政党在野党 执政党提出这个政策 然后我的人民听了以后 我是会非常害怕的 我可能会把调调给你们 就在整个交互过程当中 这也是一个非常让我能够 能够有话来讲的点 那么整条例 我会认为反方队政方 在很多这个担忧 顾虑和攻击的方面 我会认为是比较能让我理解和接受的 那我会认为这其实是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 而且一天要打两场 又要准备这个早上的比赛 到了下午的时候 作为政策的提出方 包括资料的准备 这个论述的整理 可能都是 确实是很大的难度 所以我能体谅 但是胜负还是很清楚的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就现在交代一下我的判决 这一场呢 其实政方当他的主编导一开始念完过后 当反方 反方应该是反方二边对吗 对政方的主编 直询的时候想想了解政方究竟会实施什么政策的时候呢 政方说我二边再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这个时候简单来说我已经判政方初步不成立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严苛 可能毕竟小朋友 不是很了解奥瑞刚 然后呢 我等政方二边说完你 民方的那一个政策怎么执行过后呢 我会继续判你们继续不成立 原因我会交代一下 因为第一开始你们说 你们想要这个是叫做资本利的税 然后呢 你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呢是马来西亚大部分的财富掌握 在小部分人的手中 有多少个百分比的人掌握 就是一个百分比的财富 然后呢 这些富人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于这所谓的股票债务房产金融等部分的那一个资本得利 而且这一部分的资本得利往往是暴利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OK这一边呢 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然后你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呢 叫做马来西亚有很多富人合理逃税 可是在这个部分你第一点你需要向大家认证的是 为什么合理逃税是一个问题 第二点呢 这个合理逃税你告诉大家有290亿嘛 然后呢 可是这290亿是不是真的源自于富人的部分 这一点在根主性上也没有办法很好地解释 同样的在那一个要造成贫富宣说的部分呢 你也没有告诉大家这一些富人呢 究竟掌握了马来西亚多少八千的股票债务房产金融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你其实在这两个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呢 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论证 这两个问题的产生是源自于缺乏资本利的税 然后呢 所以在这边呢 你的根属性其实也挺不成立的 然后呢 接下来你提出的那一个政策呢 是说要在15个百分比的富人身上 征收10个百分比的资本利的税 然后我第一点我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 你告诉我们20个百分比的人控制了91个百分比的财富 可是你只要征收15个百分比的富人的那一个资本利的税 剩下的5个百分比是要用来干嘛的 就跟你一开始提出来那一个资料 20个百分比之间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了 老实说我也不是很理解 然后呢 为什么你会选择征收10个百分比的资本利的税 所以你是参考了什么国家 这一点我也很好奇 然后呢 你们告诉我们你是6个月检查一次 然后呢 如果会提供假资料的话呢 会坐牢三年或者是罚款2万 然后 我更好奇的是2万 这些富人也说他们有那么多股票债务房产金融 然后你罚他2万 谁管你 老实说 然后呢 基本上到这个部分呢 对我来说比赛就已经完了 然后呢 你们 去过后呢 在反方对你们进行的攻击跟减证的时候呢 你们提出了匈牙利的例子 然后呢 被反方的给制爆了 然后呢 反方提出美国法国的例子 正方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回应 然后这个时候呢 正方又还说出托一个论点 叫做让富人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 其实富人应该为社会做的多一点点 然后马来西亚现在富人怎么做的不够多 你总得向大家交代一下 也不能说因为富人需要做多一点点 所以就要征收这个税 你总得告诉我们现在状况是马来西亚的富人怎么做的不够多 然后呢做的不够多是因为我们对他征收的税务不够重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 然后呢 所以老实说 这样比赛对我来说蛮容易判的 当然 反方的部分呢 你们一开始你提出了 要在公平经济跟财政的制度上面找到三个方面的平衡点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反方就对正方不断的进行攻击 可是我其实我会期待呢 反方在打到后面的部分的时候 能够向大家交代一下 这三个部分的平衡点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 如果能够有做这一点的补充的话呢 我会觉得反方的产生会更完整一点 而且呢 反方呢 其实你还有一个论点叫做 那一个 这个制度呢 制度不应该有跌床效务多此一举的部分 可是其实在这些部分呢 除了主缘稿 稍微提过的过后呢 其实你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向大家阐述 为什么这一些税务呢 是叫做多此一举 或者叫跌床效务呢 是不是正方在富人15%的富人身上 多征收10个百分比的资本利得税呢 其实跟现有的什么政策已经重叠了 如果呢 反方在这个部分能够解释的更多一点的话 这个部分的攻击其实会更成立 而且正方其实在中间的反方有提出 那个纳吉的一种说法嘛 他认为 反方认为呢 现有的状况呢 是正方呢 认为所有的房产呢 不管你短期买卖还是长期买卖 其实都应该征收资本利的税 然后呢 反方认为呢 只有五个百 只有在现的状况是三年里面才要征税嘛 对不对 这是为了避免有人短期的那个炒房活动 可是其实正方你想一下 如果呢 现有的状况是三年也要征资本利的税 二十年也要征资本利的税 五十年也要征税 这样子的话 富人会不会有可能 为反正我收了多少年 我都要交一样数目的税 那我宁愿我短期里面买卖就好 这是不是有可能 其实反而让富人呢 也即便愿意教训的 也要在短期里面炒房 这反而会不会是 富人拥有更多合理去炒房的机会呢 这其实是正方 在这个地方呢 正方其实也会给我留下这样子的一个疑惑 只是这一点反方没有进行攻击 然后呢 这一点我会觉得正方其实能够试试看 在这个题目呢 我觉得正方其实不是很容易打 不过正方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把这个题目的举证责人倒退给反方 做法大概是这样子的 你们应该知道在马来西亚呢 目前的状况是 只有15%的人民有承交所的税嘛 对不对 所以呢也就是说 在马来西亚呢 只有这15%少部分的人民 是国家税务的 国家交税的那一群人 然后这一群人呢 他们交的税务呢 最高的比例是高达26个百分比 跟你们刚刚跟那个美国的大概 30个百分比到40个百分比 其实差的不是很远 所以呢 如果是反方认 所以呢 而且你们也有找到了某一个 名字很长的教授说 所谓的那一个所得税 也是一种富人税嘛 对不对 既然是反方认为马来西亚 不应该征收富人税的话 是不是反方需要护期举证责任 告诉大家 为什么马来西亚 应该在现有的状况底下 废除所得税 这个时候呢 举证责任 就会再反方那一个部分 这是我给正方可能一个可以 攻击的出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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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还有啊 上谁再讲 各位五案 还有啊 最后一位可以是非常难讲 也可以放弃不讲 因为你看一看 对正方的建议 给正方的监踏 对反方的一种分析 整个战区的分析都讲得非常清楚 OK 我讲讲感受 整场比赛很像 近年世界杯巴西堆 德国 特别上班 你们没有看足球啊 我没有看足球 一路奇亚宾室所提 正方提出了 目前我们 一半分的财富 就放在这个富人身上 所以特别针对 课证这个富人税 可是你瞄准一转 把它变成了这个资本利的税 那这个税跟富人的税 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你没有解释 目前呢 对于有关金有交易的 在马来西亚的状况怎么样 没有交代 而且反方也抓准这点问题 基本上第二次之后 第二次之后 我还不像他们这样子 一开始觉得 哎呀 这个基本的富人 成立一关金有比 我还想听一听你们怎么讲 怎么解下去 就是一个形容词 逃遂天堂 再来是匈牙利被人抢去 很幸福的 匈牙利是什么形容词 完了 我想讲也不适合像你们这样子 要踩会一下 OK 总而言之 正方 今天有意不想 后来躲去 躲去一个方向 去提出的征收富人税 到底征收的方面 所谈到那些所谈的 所谈的资本的利得税 到底是不是更属于 只赚属于富人的 也没解清楚 后来提出百分之十五八的 那个富人的征税 那为什么是十五 为什么不是二十 为什么不是十 到底是涵盖在哪里 刚才很多病毒很多的 古人听不明白 而且为什么只征收十五八 而且接下去 这就是股市 刚才好像河洛林老师讲的 最有血有肉 为了避免逃税 制造股债 你是哪个党派 刚才你的政策参考明年 你不要这样害人家 明年二年一五年的政策 我刚刚到明年二年 被你们害死了 OK 反正很稀利 很针对性 到底 资本利得 跟富人税也没有关系 那么是不是中厂跟全国 都不会进行有关的交易活动 问了 那么 目前马来西亚 对于这种金融交易的局面怎么样 有没有报告的证据 有没有 问了你们很多次 然后更提出了马来西亚 目前的经济 你们都讲的很冷血 这个事实上 其实 依赖石油 石油加别 最后才提出你 理由出来 夜延期 国际动法 马来西亚的小鱼 被殃及 这样的情形下 你还要避富人走 当凭这几点 坦白说 你们有能够回吗 基本上 要针对你们的方案 进行种种之理 第二个 也就是马来西亚目前的 该方提出 他的生论 两个交点下来 坦白说 不管他是不是 政策检验 只能够一面打 所以最后总结我只一句话 如果可以的话 这方同学 明天一定要去听 要讲座 因为马来西亚很多人 好像 他们说好像把自己 当做什么 政策体专交流 按照奥运钢政策 应该这样做 应该这样做 应该那做 很多博士 我觉得 谦虚一点 我们玩的是 竞赛变 很花巧的变动 对于政策 坦白说 我们还是出一个 好好学一下 但是台湾 很明显 知道 谢谢 好 后来就我 我觉得我要为政方讲一点话 因为我觉得 政方有 政方有 今天会这样 好像 大家都很怕你们磕得税 我觉得你们做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最早开始 你们没有把资本利的税 跟富的税交代 他的连结交代清楚 你们只是引用了一个 名字很常的学者 还是什么 然后就告诉我 这个学者是来自外国 然后在外国 他们是这样子 资本利的税 是列为富人税的 可是外国的情况 可能跟马来西亚 不一样 外国的财富 可能真的集中 就在那些富人 所以他们 他们执行资本利的税 他的股票可能集中在富人 就比较紧密 所以他集中起来 就直接是等同于富人税 所以你们不能 第一 你们不能以用某某人说 就直接把这个中间的链接就等同 第二 我觉得你们要去想一下 马来西亚的情况 是不是跟外国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现在 现在中间很多人 编读就是会 十人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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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把它当作王牌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改掉 以后你们思考的空间会比较多 然后我觉得这里 我真的觉得你们挺辛苦 因为早上比了 也要比 然后你们又要举正责任 要做政府 而且要被我们讨厌 然后这个 我很讨厌就是 那种平民百姓 你知道吗 你收富人税 你会剥挤到我 然后情感上 我们就觉得我被剥挤 不过我觉得你们真的 就是这个链接做得好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 你要加在清楚 因为我们资本利的税 跟富人税 它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做得好 今天比赛可能就很有点好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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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